嗨,大家好,我是娱乐主Jacky 最近从家乡传来的这个消息 吉兰丹州那边的钓友呢 就给我传来的消息说 他们现在在玩着一个新的钓场 就是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境海域 主钓这个马胶鱼 每一趟出游呢,成绩都很不错,很理想 全都是用这个jigging,玩这个轻型铁板钓的 非常火爆的一个钓场 收到这样的消息 在我的这个平密的行程中 抽出几天的时间 会一会这边的这个新钓场的马胶鱼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火爆 继续,盘老板,盘马胶,马老板 刚刚也跟这里的好朋友通了电话 今天要很早出发 估计因为我们的钓场很远 必须要摸黑出发 其实钓鱼人 钓的时候很开心 付出的也不少 甚至比正常工作的时候来得更艰辛 不过整个过程是快乐的 娱乐族永远都是快乐的 在钓鱼的这个活动中 永远都是快乐的 明天包括我一共有六个人 然后会租一艘船 全日在钓完这个 轻型铁板钓 主攻这个马胶鱼 且看我们全日做钓 一共能钓多少条马胶上来 天微亮 其实对岸就是泰国了 这条河就是边境线 对岸就是属于泰国的国境 我们就从这条河出发 主攻马胶 这是阿光 这新朋友 阿杰 马后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钓鱼船 这里就是泰国了 泰国国境 这边是马来西亚的 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早餐早餐 这个就是人造鱼鱼胶 它其实它一根绳子 然后它下面绑了很多那个椰椰 一束一束的把它绑起来 每隔一段距离就一束这样 所以形成了一个鱼点 所以我们一整天都是在这样的标点 钓这个马胶 这个标点如果没有了 再找另外一个鱼胶 然后直到找到鱼群为止 马胶马胶 哦,yes 马胶马胶 总算找到一个鱼胶有这个马胶的 对,马胶马胶马胶 对 这个母鸡 这个 这个 走路 哦 这个 马胶马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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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抽穗了 没你钓到大鱼了 马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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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胶马胶 进鱼 哦 别人了啊 哈哈哈 小马胶 哈哈哈 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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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那种 十多公斤的 海雷 蒙仔 君潮 美女 好样的 哈哈哈 滴滴滴滴 哦 大君潮 大君潮 好 哦 哦 爽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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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君潮 鸟 鸟應該在25斤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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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早上的潮水 没什么走动 所以那个鱼的活性很低 很难掉 好 现在开始走啦 开始走动了 鱼的活性很高了 走 啊 来了 走 啊 啊 啊 脱掉了 狂掉狂掉 哈哈哈 哈哈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啊 啊 麻椒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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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马娇 第六条 爽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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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了 从这里回到岸边 还有两个小时多的船程 今天我们去到最远的地方 大概有50海里吧 说真的 这一个区域 它的这个矩胶真的好多 可以说是目前 西马来西亚 用这个青形铁板钓 钓这个马胶 这里是可以说是最好的钓场 其实我们来的这片海域呢 它是叫本加兰古堡 它是西马东北地区 最后一个陈线 它就是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这个边界线 边境啊 就是一条河就是界线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出海的 很不错 今天一共钓了 有21条吧 马胶 整体来说今天的马胶是偏小的 不过很爽 一天可以钓20多条 算是达标吧 赞船号 马胶列船 这就是我们的马胶 体型偏小 还有一些炸鱼 好了 马胶一共有22条 之前在海上面少算一条 应该是从海那边跳进来了吧 跳进船了 你说多不多这边的马胶 今天的列马胶行动算是成功吧 虽然体型偏小 来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以及点赞 拜拜 拜拜